三 二 一 我們有機會 2020年8月9號 世界地球日50年 國家地理頻道舉辦路跑活動 強調減碳愛地球 慈濟動員志工400多人協助現場防疫 也設置攤位宣導環保 今年是地球日50週年 那也是慈濟環保30週年 所以他們特別邀請慈濟 變成他們的環保合作夥伴 現場也供應環保餐具 提供素食早餐 創台灣路跑運動首例 我也是我跑了十幾年 第一次碰到有義工師傭師姐 然後第一次出現環保的餐盒 然後大家可以吃得很健康 大家稱讚的蔬食餐點 除了行動餐吃供應的熱湯 可口的飯糰都是在凌晨12點時 由相機志工烹煮 我們路跑有一萬多人 那一萬多人的話 每個一口肉的話 你看一萬多人就有多少口了 那這樣的話 你看可以減少多少的生物的犧牲 1995年8月9號 白翠萊回南非 來自南非的白翠萊女士 嫁給從聖遠洋漁業的原住民 吳阿水定居花蓮受風 卻不料1993年 丈夫因車禍意外過世 當時已有三個孩子的她 徬徨無助 所幸有善心人士資助教育費用 此季也將他們列為照顧戶 提供生活費用 志工更是常常來訪 幫忙清掃 教導育兒方法 大家都叫她南非媽媽 儘管在台灣備受呵護 但白女士私相信切 1995年南非大使館協助 本日離台 返回故鄉南非開普敦 志工一路護送到機場 2020年白女士最小的女兒 吳慧珍已經27歲 透過臉書找尋身父的親人 再一次牽起這家人 與台灣的緣分